這些油污過去出現的情況有兩類, 一類是自己的船隻可能意外或問題出現, 另一個是船維修時出事, 而維修時出事的責任是維修船廠, 而那個影響當然岸邊的清理是一個, 另一個影響是對譬如那些漁民, 上一次在全班對開以外, 最後賠償的漁民都賠了數字十萬計, 我想問賠償的上限是規限對政府的賠償, 清理的賠償, 還是對其他相關人事, 譬如漁民養漁戶損失的賠償, 是否都有類似的上限, 如果有上限的時候, 當上限爆燈,哪一個優先, 一般來講政府優先, 那變成漁民就沒得賠償, 如果那個上限被政府拿了, 請問賠償。 Janice。 其實陳議員提問的問題是非常複雜的, 我們首先說, 現在這個公約是釐清楚的旋動, 因為行走國際船舶, 即是國際航行船舶的旋動, 是他責任的上限, 但至於其他, 譬如在維修的情況下, 漏油那樣東西, 這個公約是不包的, 這件事就要付出民事訴訟, 因為現在我們是將一個國際公約, 將那個上限引入為, 我們成為我們本地的法例, 所以其他那些, 不是法例下低規定那些, 他就要在民事訴訟, 在民事訴訟裏面, 哪一方是會有優先賠償權, 或者哪一方會賠到多少呢, 這個並不是我們的法例, 不是主席, 剛才我問了兩個層次問題, 意外有兩類, 一類就是船自己本身, 一類就是維修, 維修那裏你說不包, 船本身又出現意外, 又影響魚排, 又影響海岸線, 你的上限定了時, 一本身也有優先, 那漁民的賠償又怎樣呢? 這個法例, 只是規定了上限, 但是哪一個影響, 和怎樣分, 最後仍然可能要經過法庭的決定, 究竟哪一個優先權, 或者分配, 因為它只是說, 最高的付款上限就是這麼多, 換句話來說, 是否要根據香港法律的處理方法來做? 是的, 以及每一個情況, 具體的情況不同, 我自己是擔心, 因為過去很多時候的賠償, 當然是政府優先的, 譬如你說, 去弄髒些沙灘, 弄髒些海岸線, 要清理, 很多時候當然是公眾優先, 那些漁民變成什麼都無法賠償, 我是憂慮, 我不知道有什麼方法可以糾正這個問題, 或是政府有關, 我們回去看一看, 因為那個分別, 因為過去試過, 第一線最受影響的, 很多時候就是漁民, 特別是養漁戶, 他們那些無法賠償的話, 很慘的, 然後是陳鑑林議員,